我们再来看这个叫做任务完成率的 其实任务完成率和这个转化率还是有很大相似性的 很高的相似性 这个任务就是指任务完成某一个事情 达成某一个目标所要完成的这个步驻也好 或者这个流程也好 可以看到刚才那个转化率主要是指从哪一个页面转化到另一个页面 这个节奏 不从步驻的这个比例 我们的任务完成率基本上和这个是差不多的 同样如果我们转化一个概念 把刚才的这个电商的这个 步驻 想象是用户完成的一个任务 那它就包含了五个步驻 对吧 那不同的环节的这个完成率 也可以这样去设置 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做账号注册 这个算是一个任务 用户可能需要填写 账号名 然后输入第一次密码 然后输入第二次密码 可能还会有图形键认证码 最后是完成注册 这环节中可能还会有输入手机号 这是一个 我们说的这个一个任务 这是一个任务 用户要完成这些事 他需要做这些不同的步驻 这是六步 其实我们可以看 我们说的这个任务完成率 任务完成率 比如说进来 一开始填写了账号的人 有1000UV 到输入第一次 当然我们可以不用UV 我们用具体的这个前端的数据 前端采集的这个行为数据也是可以的 那就是触发了多少次这个空降 对吧 又算是一次 叫做数量 输入第一次密码的可能会有980人 输入第二次密码的还是有980 但是他可能会有错用率 他会有多少输错的次数 包括你输入账户名是不是有重复的 重复如果我们把它归为错误的话 他也会有可能会有300 我们就简单预估一个数据 第一次输入密码 他可能不符合至少6位 或者是大小写有问题 对吧 他可能也会有一些情况 第二次可能会更高 有可能他多了一个交易条件 可能会和第一次密码不一致 对吧 然后验证码输入有多少个多少量 因为哪输错了 有可能又会多少 输入手机号 有多少人输入了 但是有多少数错了 就不通过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都完成出错的是多少 错误数 提交表单不成功 可能会有多少 他会有不同的情况 我们是指的完成率 那就是指他最后成功的情况 这个其实和刚才看到的 转化率是相似的 有一个是上一步完成率 好一种是总体完成率 错误数 我们可以看错误的错误率 上一个完成率还记得怎么算吗 拿下面的这一步 比上上一步 对吧 第一步是100% 总体完成率 总体完成率呢 每一步 比上 总体的进来的值 嗯 对 错误率呢 错误率应该是 我们需要先求和 总共的出错次数是多少 然后我们用每一次的笔上总体出错了多少个 这样来看 嗯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啊 关于任务完成率的一个数据分析表 它只是统计啊 还没得到分析 我们从这个表上怎么看啊 同样的还是用刚才的那个方式 加条件格式 嗯 大家来看看啊 我们的数有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不一样啊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总体完成率啊 一丝衰减 我们可以拿它画一个漏斗 错误率是一个不均 不均衡的分布 我们可以在这个不均衡的分布上面去画我们的这个表 同样啊 这回给大家也再画一个这个具体的图表 形式和刚才的不太一样啊 我们跟大家演示一下啊 我们剔除具体的值 我们只看这个比率 只看这个比率啊 我们来画一个和刚才图不太一样的形式啊 上一步完成率啊 我们可以给它换一个数据类型 换一个形式啊 我们换这个点 我们换这个点 然后错误率我们也换一条点 这就是另一种形式的 来看这个完成率的表格啊 可以在上面添加我们的数据像 这个数据标签天太靠上了 我所以我们可以调一下 这个格式 让它到中间来啊 让它到中间来 这回这个表格比刚才会清楚一些啊 比刚才会清楚一些啊 比刚才会清楚一些 我们来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数字啊 这个比较持平 它其实是应该接近于一条直线啊 波动不会特别剧烈 但是到这个 第五步 输入手机号的这个阶段 它的这个上一步完成率 立马衰减到50% 那这就很成问题 对吧 然后我们再叠加看这个错误率啊 在这个阶段啊 输入手机号这个阶段 错误率达到40% 那就说明这块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啊 我们通过数据是可以看出来的啊 这个就是通过数据定量能够分析出来的一个问题点 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啊 具体定性怎么做 这块还是需要去产品经理进一步探究的啊 我们需要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去分析 到底是什么情况 什么原因造成了在这个第四步会有这样的情况啊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任务完成率 其实可以看到他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转化率啊 有很高的这个一致性 有很高的一致性 那也意味着他们之间也可以共用这三种分析方式啊 趋势的分析 那我就叠加时间的变化 比较的分析 那我就与不同的流程去做比较 还有细分 我去细分什么样的情况导致了这个不同的转化率的变化啊 这块就是跟大家讲的这个叫做任务完成率啊 任务完成率啊 同样也留一个作业啊 大家可以去 试一下 做个什么作业呢啊 就研究一下你负责的这个产品 用户注册的情况 用户注册的完成情况啊 做一个这样的作业就可以了 我会让他做一个这样的作业 那我可能会让他做一个这样的作业 我可以让他做一个这样的作业 那我可以让他做一个这样的作业